龙卷风有多可怕,能瞬间掀翻房屋,气候变化让地球岌岌可危,幸亏小美发明了海水净化器,可她却拉不到赞助,小美盯上了黄百万,在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,犹如死神一般缠着她,甚至在天上写了一封投资信,黄百万终于妥协,为小美创办了一家科技公司,没想到,两人日久生情,竟坠入一场老少恋,更离谱的是两人还结婚了,可黄百万的身体却无福消瘦,只因每天都要睡在高压养仓里, 公司股价一路飙升,他们的生意也越做越大,很快就登上了富豪排行榜,股东们想试试这款净化器,为了商业保密,小美拒绝了请求,这时公司传出谣言,认为净化器根本就是骗人的,但所有员工都签了保密协议,就连教授都不清楚净化器的内部构造,坎尔想揭露真相,结果第二天就神秘消失,这时一位神秘人在网上爆料,导致消息迅速扩散,公司股价疯狂暴跌,而这位神秘人也浮出水面,竟是没脑子的喉 小美想尽办法起诉喉莫,可喉莫就是不接受法院传票,她偷偷潜入公司,先发现失踪的卡尔,原来净化器只是一瓶普通的饮料,只因喝起来特别甜,这种甜味能盖过海水的咸味,所以才让人误以为净化了海水,但海水里的盐分依旧还在,喝的人会脱水而死,春天小学率先引进此设备,无辜的孩子们全都不知情,这时喉莫跑去和黄百万告密,生死关头,黄百万终于悬崖勒满满,阻止了这场灾难,而那位把自己包装上, 这场城知性女士的小美,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,最终监狱成为她永远的家。